台中市有停车场业者 在大街上争强客人 两方竟然大打出手 其中一方还被打伤 甚至呢 还有人持枪来威胁恐吓 被害业者今天是出面指控了 目前的连线状况 我们连线交给记者张俊东 好的 已经被起的 这个围殴的社会案件呢 是发生在台中市最热闹的 这个逢甲业市旁边的停车场 在大年初三的晚上呢 接近11点多的时候呢 这个加害人是在这个停车场门外呢 手持棍棒 大概是有七八个黑衣人 在人来人往的夜市旁边 痛殴这个停车场的业者 甚至还有人家住这个被害的业者 你可以看到呢 一旁有黑衣人就举起了椅子 向这个被害人砸了过去 那么街头上你这个全武行呢 造成了这个业者一家三人受伤 今天上午召开记者会要控诉 这个施暴者非常的过分 也痛批台中市的警方 根本无力维护治安 受伤的人惊恐不已来看稍早的访问 你一个然后你遭受到什么样的控制 没有 其实最主要是我妈跟我哥被打 因为我是跑去推开一个人 然后导致她发现是我之后就开始打我 然后之后当然就是 他们那一家老板娘有扯我的头发这样 然后扯完她要我道歉 就是内容就是 如果不道歉的话就让你妈死 就听到呢 这个加害人呢是非常的过分的 甚至要威胁被害人 要让被害人呢 是有这个性命的安危哦 那么可以知道呢 这三个人呢 是在当时停车场的门外呢 被这个加害人给痛打了一顿 那么造成了这个是廖姓的业者 廖姓夫人这个业者呢 他是脑震荡 他的儿子有身上有多处的这个挫伤 他女人呢 甚至也有缝 脚上也缝了三针 那么这起的意外呢 是发生在大年初三的晚上 2月16号晚上当天的案发之后呢 警方是直到2月23号才找这个加害人来做笔录 疑似双方是因为生意纠纷加上土地纠纷 那么现在呢 发生了这起意外呢 甚至呢 这个业者还提出资料说 这在去年的7月还有10月呢 他们都已经有遭受过这个对方来威胁恐吓 那么这个嫌疑这个嫌犯呢 当时呢 他是疑似是隔壁的这个业者 那么业者那么被害人业者呢 他现在是非常的害怕 每天提心吊胆来到这个停车场做生意 那么冯甲业师 他这个民营停车场的蒙上了暴力 甚至在被害人报案之后呢 还使用了暴力 就根本就是看这个公权力 根本就不当一回事 好了 以上就是在谈中最新情形 想把时间交还给台北棚内 好 谢谢俊诺 这是整个事件呢 到2月23号的时候才开始做笔录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被害业者 他们出面说明同学感到很害怕 而这整个案情的时候 我们会有更完整的报道了